在甘肃平凉京川,有一只完颜家族再次隐居已达八百年之久,他们自称是金武竹的后裔,引以为豪,这种血统的崇拜和信仰经历了八百年的传承,依旧没有断绝。 然而,这只完颜家族至今仍拒绝在公开场合谈论岳飞,更不喜欢听说岳全传这类的评书,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家族中对金武竹和岳飞之间的恩怨仍然存在争议。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公元1115年,女真人的杰出首领完颜阿古打在苦寒地区的东北建立了金朝。 并不断壮大,完颜在女真语中的本义为王,也就是帝王之王,不足的首领。 历史学家认为,完颜二字就是女真语对汉语王的一音,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金武竹原名完颜宗币,是金朝开过皇帝完颜阿古打的数字。 他出生在女真完颜部统一北方的战争年代,经历了金灭辽国的战争。 金武竹从小接受军事教育,具备了出色的军事素养和政治才能。 可以说,他是金朝前期最富有才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陕西复平之战的胜利。 1130年9月,金武竹参与了陕西复平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他采用了攻心战术,招幅了陕西40多个州线,展现了其出色的战略眼光。 几个月后,金武竹又平定了京元、西河等地,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事能力。 这些胜利让金武竹的职务不断升迁,很快他就被任命为右翼都统,成为了西北军方面的最高统帅。 完颜家族的传承金武竹虽然已经世事了近乎千年,但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甘肃平凉京川,有一只完颜家族,他们引以为傲的身份就是金武竹的后裔。 完颜家族一直传承着金武竹的血统和信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家族的后代,以此纪念他的功绩。 这种血统的崇拜和信仰已经经历了800年的传承,成为了完颜家族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文化遗产之一。 然而,这种传承并不代表完颜家族对金武竹和岳飞的关系,毫无怀疑。 完颜家族对于岳飞和金武竹之间的恩怨,保持着谨慎和沉默,在公开场合并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结论金武竹作为一代名将,他的影响力延续至今,在甘肃平凉京川,有一只完颜家族。 他们自称是金武竹的后裔,引以为好,这种血统的崇拜和信仰已经经历了800年的传承,成为了完颜家族的文化遗产之一。 然而,这种传承并不代表完颜家族对金武竹和岳飞之间的恩怨毫无怀疑,岳飞作为南宋著名将领,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奉献不可忽视。 因此,完颜家族应该摆脱对血统的崇拜和信仰的束缚,理性看待历史,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更好的传承完颜家族的文化遗产,将其发扬光大。 同时,在传承中也应该注重文化的传递和创新。 让完颜家族的文化更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甘肃金川的完颜家族是金武竹后代的代表。 金武竹是北宋末年,金朝初年的名将之一,也是金锡宗的得力助手。 在他的帮助下,金锡宗推行了封建制度改革,使金朝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而金武竹后代能够在甘肃金川安家落户也有着历史的缘由。 然而,这些后代曾经默默无闻,直到有一则新闻报道,才让他们的身世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金武竹是北宋末年,金朝初年的名将之一。 他在辽东、河南等地屡建功勋,为金朝的统一和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他也成为了金朝封建制度改革的得力助手。 在金武竹的帮助下,金锡宗推行了一系列封建制度改革,包括封建等级制度的完善,官制的变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等,极大的推动了金朝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 金川是金武竹的封地,也是他后代的故乡。 在金武竹的帮助下,金川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地方,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发达的农业生产。 金武竹的儿子完颜亨也在这里屡历战功,因而被封为锐王。 然而,金武竹后代能够在金川安家落户也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 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海灵王完颜亮谋杀了金锡宗,篡夺了地位。 完颜亨夫妇身为金锡宗的铁杆盟友,也很快遭到了篡位者的毒手。 此后,他们的遗骸葬于金川县,而其亲族也被派往金川守墓,他们的安葬, 也为金川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金武竹后代为代表的完颜家族。 然而,这些完颜后代在历史上曾经默默无闻,直到2002年,甘肃日报报道了一个题为, 金武竹后裔不看月飞转。 甘肃还有个完颜部落的新闻,才让他们的身世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历史学者高云林在阅读这篇报道后,开始对甘肃金川的完颜家族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和对当地村民的采访,高云林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首先,金川地区的完颜家族确实是金武竹后代的代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其次,这些后代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当地的汉族村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融合,相互影响。 总的来说,金川的完颜家族是金武竹后代的代表,他们的身世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他们在历史上曾经默默无闻,但通过新闻报道的传播和历史学者的研究,他们的身世和历史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同时,他们与当地汉族村民的交往和融合,也为我们了解历史和认识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寻找金武竹后裔的故事,在甘肃和黑龙江掀起了一股寻根热潮。 然而,当人们发现甘肃金武竹后裔依然秉持着严苛的族龟石,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这是列夫·托尔斯泰说过的话,他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强大到刻意建立,亦或是摧毁一切事物。 在这一点上,金武竹的后人一直是女真完颜式的守护者与信奉者,沉没了四百年的完颜部落,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这个曾经骁勇善战,刚烈桀骜傲的民族,唤起了我们对那时,那景的记忆,四百年间,他们坚守着女真完颜式的坚守,他们守护着女真完颜式的信仰,恪守着同性不通婚,不与月性人结婚的祖训。 那么,他们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个曾经在历史大舞台上隆重登场,却又匆匆羡慕的民族,是如何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呢? 事实上,袁莫明初,完颜配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因其作战勇猛且有计谋,被封为女真将军,封地便是如今的安徽肥东县完颜排芳村。 根据相关资料介绍,这里的人都是完颜宗帝的后人,也就是金武竹的后人,明朝万里年间,金武竹带领族人迁居至此。 到了袁莫明初时期,族人又跟着朱元璋打天下,最终被封为女真将军,明朝万里年间。 女真将军的石石孙完颜必重进京赶考,凭借本是高中探花,而后到河南为官,最终落湖陆毅,作为抗金名将的岳飞,虽说是当时宋朝国人的英雄, 但同样的他也是完颜室的敌人,时间并没有消融他们对岳姓人的仇恨,反而一直都遵循着这样的族规,凡是观看,谈说岳姓的东西,他们认为都是在侮辱先祖。 为此,他们并不太喜欢岳姓人,甚至还制定了一条通婚的规矩,不与岳姓人通婚,想想在婚恋自由的今天,国家政策上且没有如此强制的规定。 族规倒是将这些细节执行得甚是彻底,不过,这个规矩最终还是被完颜后裔完颜三勇打破,1992年,他与一位岳姓姑娘恋爱了,对于二人的结合,完颜世人极力反对, 他们认为,作为金武竹的后人,绝不可能与岳飞的后人和好,有些仇恨就像提三一塔中所说的那样,杜尽杰伯兄弟在相逢一笑免恩仇后来终于经过族人调解,二人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时候,传统有着很深的烙印,这个烙印犹如民族图腾般,愈加深刻而又鲜明。 作为游牧民族,马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马的尊敬似乎一直都未变过, 即便是如今,完颜世的后裔依然不吃马肉、信仰,让人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 就如我们将共产党当作信仰一般,愿意用一生去奉献,去完成党的使命, 信仰的力量伟大而又神圣,正如完颜世的一些行为,或许在外人看来不可理喻, 但在他们,心中那却是不容侵犯的存在,祠堂,族规才是他们穷极一生, 用自己的力量去维系的宝贵东西,这也是完颜世的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财富。 因为完颜是一个大家族,重视传承,重视祠堂,在解放前, 完楼村就有占地五十多亩的完颜祠堂,按照传统庙堂式形式建造, 风格上既有专属他们自己民族的建筑风,也保留着当时皇家宫廷风, 祠堂内部更是挂着家族世代祖先的画像,走进祠堂让人感到庄重肃穆, 也让人感到震撼,一个家族传承百年靠的是信仰, 来自于对祖先的信仰,对宗谱的敬畏,而这样的信仰和敬畏之心随着十年流逝, 人们越来越看重,如今,完颜家族将居住的村子全部都冠以完姓, 不仅如此,安徽肥东县完颜牌坊村完颜市还向政府递交了 关于将单姓恢复为完颜姓,将汉族恢复为满族的请求书, 最终得到政府同意,而路易县的马铺镇老家村的完颜市后人, 在看到了成功的先例之后,也向当地的政府提交了申请, 政府在实地了解考察之后,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那么,从完颜姓到完姓,他们经历了什么? 树到胡孙散,金朝灭亡后,达管显贵为了生存不得不隐藏自己真正的姓氏, 以及自己真正的归属民族,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